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夢想街五十七號 我是李冠儀 在市場上面 可以選擇到的新車有百百種 不論是第一名或者是唯一 在茫茫的車海當中 你總能夠找到一台 深得你新的車款 而在我們節目中 大家非常熟悉的專家達人們 從業以來可以說是越車無數 而在他們的心目中 有哪一些車款 或者是哪一個車款 是值得推薦給大家的No.1呢 今晚夢想街 要幫大家從這各個集聚當中 找到你心目中的Best One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看 在小車的集聚區 選擇還真不少 但是專家們會怎麼推薦呢 艾達 其實小車的部分 我覺得在這個市場上面 還是有蠻多的選擇 包含前一陣子很熱賣的 這個Suzuki的Swift 它的售價是從72萬到82萬不等 當然是它等級不同 有不同的一個這個售價 另外則是一個是Skoda的Fabia 它的售價也從71.5萬 一直到這個78.5萬 也是因為配備等級上有所不同 所以會有一個這個價格的差距 那當然現在很熱的就是Volkswagen的Polo Polo現在還在預接單的當中 目前我們知道它的預售價是91.8萬元 那它也是一個小改款的 一個這個車型 所以其實很多車子 目前在小型車的市場上面 都要來跟大家見面 那當然現在還有一款車 我放在為什麼放在最後講 是Honda Fit 那目前汽油版的售價是74.9萬 大家會說價錢是不是有一點點調漲 但其實Honda Fit另外還有一款 油電版本的這個車子 預售價格到現在為止還是預售價格 因為它正式的售價還沒出來 還沒有正式的跟大家見面 預售價格是86.9萬元 所以這是目前在這四個小型車裡面呢 唯一有油電選擇的一個車款 那其實如果說要推薦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Honda Fit 會是我推薦給觀眾朋友們的首選 那當然車也來了現場 關於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Honda Fit這個車型好不好 好的 這是新世代的這個Honda Fit車 新世代的Honda Fit 那為什麼我會推薦這一款車 跟其他三款來比較的狀況是這樣 你會發現它的車身尺碼 其實跟大家差不了太多 不會不好停車 也不會特別難開 但是它的車內的空間 我認為卻是表現最好的 因為很多人用175公分 或是這個來去做 各個四台車的這個空間比較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 但是它差距沒有很多 可是如果你是屬於像我這種胖子型的 可能85公斤88公斤 又180公分以上 你坐進去Honda Fit 你就會發覺其他的車子真的就嫌小 所以我覺得是這個model 是一個很重要的尺寸 如果你的身型像我一樣比較高壯的 或是比較胖的 肚子有點圓潤的話 做這個Honda Fit你會發覺 真的是比較舒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這一次在內裝的部分 也做了整個全面的更新 跟基本上等於跟舊式帶 完全沒有任何的關聯 它非常的簡約 跟之前設計大有不同 非常的簡約 但是質感卻異常的好 我在試駕過程中 我發覺它這個雙服式的方向盤 有一點類似像Honda E 對 觀影剛剛提到的Honda E 這樣的一個設定 那它這個方向盤上面的快撥件 尤其是有這個類似 陶瓷 糖瓷烤漆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質感是相當的好 然後這個區塊包含了這個排檔座 包含了兩側的這個自背架的部分 都一樣有類似這樣子烤漆裡面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是質感非常高超 那當然在空間的表現上面 我們剛剛說雖然在內裝上面 已經跟前一代是完全不一樣的設計 對 甚至於座椅上 他們都很用心在設計 不過在後座的部分 還是保留原本Altra Seed 這個可以折疊的後座椅 所以你在空間的變化上面 即便它是一台小車 如果孩子要帶腳踏車的話 你把你的後座折起來 一樣可以放進腳踏車 那剛剛冠儀提到說 座椅設計很用心 沒錯 這是一個紓壓的座椅 原廠號稱45分鐘的駕駛 都不會讓你覺得有這個不舒服 或是腰痠背痛的狀況發生 對 我覺得其實Honda Fit 它強要在於它的空間 以及它的省油性 這是屬於在小車級距 如果你喜歡小車的話 不妨可以來參考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很流行的 CUV級距 我們首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豪華的CUV有哪一些選擇 專家要怎麼推薦呢 芝希 其實相較於小型的先輩車 我們跨進豪華品牌的級距之後 豪華小型車我覺得比較多一點是 個性上面的選擇 因為像例如愛達剛幫大家推薦的FIT 就是一個很務實 很都會 空間啦 經濟取向的一個車款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花到 可能150萬以上 升到200萬 買一台豪華的小型車的話 其實雙B之外 我覺得有還蠻多很不錯的選擇 例如像 Jaguar的E-Pace 或是Audi的Q3 這兩台車我覺得是比較 跑格 比較動感一點的小修旅 但是講到如果你是要喜歡一台 比較正統的SUV的話 Lexus的UX 甚至是Volvo的XC40 這兩台是比較 門檻比較低一點點 因為它的定價其實是相對比較親民的 因為在網上 其實你會看到 在不論是Volvo的XC60的級距 或者是Lexus NX的級距 都比較價格壓的比較低 所以為了錯開它的價格的區間 入手的門檻就比較低 也作為這個豪華品牌裡面 它最親民的車款 那我自己呢 會覺得如果你都已經 花到這樣的價格 如果你的預算是足夠 餘裕的話呢 Jaguar的E-Pace跟Audi的Q3 我個人會 覺得比較適合一點 因為首先第一個 他們的有很多的配置 其實跟高階的 他們品牌高階的車款 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不會有一點入門的這種定位 那再來特別是Jaguar的E-Pace 會是我在這四台車裡面 比較推薦的車款 就是因為在小改款之後呢 真的整個造型 你看其他的這些車比起來 他真的就是一台 CV型的豪華跑車 對 那整個外觀 他放到了水箱護照 然後他的日行燈 新的燈組 有最新的他們家族的這種 Double J的樣式 然後很多的小細節 水箱護照那些格網 都變成六角形 他們品牌賽車 經典時期的這種元素 那包含像車內 他的11.4吋的多媒體系統的升級 電子後視鏡 以及全車系 都有Dynamic的外觀套件 內裝 甚至這種立面的跑車座椅 其實除了這種 這個品牌的英倫跑格 這種精神以外 我覺得在這個售價 你幾乎可以買到更高階 可能F-Pace 他幾乎一樣的配備 一樣的功能 一樣的系統 只是車格稍微縮小的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就是看大家是 比較經濟都會取向 還是你是想要這樣 大概四米四車廠 一個極具的車款 但是你要想要豪華品牌 不要特別有打折的一些配備 跟享受 那我會覺得 Jaguar E-Pace 就是這幾台裡面 我個人最喜歡 所以豪華CUV 志祺覺得要推坑的是這台 Jaguar E-Pace 可是小葉 我看你在旁邊搖頭 不太認同 我必須要說 剛才志祺講的這台E-Pace 確實有它的魅力 其實不只E-Pace 這四台車也都有各自的魅力 我絕對認同 但是對我一個Volvo車主而言 好了 我覺得有一些特色 是我自己所看到 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 我們這樣列出來 剛才志祺列出來 這四款車 真的確實是從雙幣以外 四款還蠻具特色的選擇 當然這個價格是落到 大概150到200萬之間 那這個急劇我覺得很多買家是怎樣 他必須要在感性跟理性中間 都同樣叫堅固 他並沒有辦法像那五六百萬的車 選擇的時候這麼任性 那所以你看首先 我們必須要講在設計面來說 好雖然說每個都有它的魅力 但是北歐設計在這個 整個設計領域來說是很有特色 對我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就是說平常我們要寫一篇試車稿 你叫我三千字寫完 沒有問題 如果今天你要叫我 把它濃縮成三百字 那真的很難 反而比較難 真的很難 所以就是用簡單去駕馭 很複雜的這件事 我覺得歐洲裡面 北歐設計確實是做得很好 那這一點 XC40當然是無庸置疑 推出那麼久 我覺得到現在還是很耐看 就是我剛才錄影前 我也跟聽到冠儀講 現在路上看到XC40 我還是會回頭 還是覺得很漂亮 我就是多了一份後悔 早知道當初應該晚點買車 對 我覺得XC40更適合你跟你老婆 好 我就列入下一台考慮好不好 那此外呢 我必須要講一些理性的東西好 你可以從尺碼看 你可以發現XC40不是剛才 持續介紹這四台中最大 但是你在車內的空間 比如說他的車門 甚至可以放下一台筆便 比如說他的副駕駛前面有個掛鉤 有時候你去買個湯湯水水 你可以掛在副駕駛 方便你不用再去買一些什麼車 特殊的零件去裝他 還有他的後箱好了 後箱你把他那個底板折起來 也是有些實用性的掛鉤 對不對 再加上我覺得 還有擋板 沒錯 所以再加上這四台車比較 他的後座的空間 也是相對比較友善 尤其是相對E-PACE而言 對不對 所以你再加上是 你安全好 剛才知悉說E-PACE 他有一些配備可能跟高規的車型 差不多 但是你說到配備 XC40或是VOLVO 他們沒有在因為車型而說打折 真的也沒有因為說 XC40稍微比較入門的SUV 所以他給的安全就少給你了 對啊 你說安全配備 而且他比如說 像我們現在最常講 那種A-DAX的Level 2 他也算是這幾個車型裡面 比較少跨路了 再加上一些什麼單車客的偵測 大型動物的偵測 你可以發現這個系統 他們對於一些 整個系統的繩密度也好 細膩度跟成熟度 確實是蠻有厲害的地方 好 再來這上面都是我講的 那我來講一些 比較專業的評價 比如說英國有一個相當有名的 專業的汽車媒體叫花卡 他們就是連續第三年1819 今年又把它獲得了一個 很棒的年度最佳休旅車獎 而且他們給他的肯定的原因是什麼 像我剛才講的 空間機能的運用 還有像車內一些抗過敏的材質 跟一些空氣過濾系統的 這些很棒的過濾系統的表現 這些都是他們給他的評價 此外 北美的AutoTrader網站 也評鑑了XC40 跟是2021年最佳新車 他都推出這麼久 還是給他那麼好的評價 所以我必須要說 這四款車都有他各自的魅力 但是如果你是這個目標的族群裡面 你想要買的車 也是我像剛才我講的那些內容 都是你所重視的面向的話 確實你可以走進去 但買這些車之間 也可以走進去Volvore展示 好好地看一下XC40這一台車 而且之前冠儀啊 好像是個愛大去巴塞隆納試 這台XC40嘛 大家知道嗎 我印象最深刻的 竟然是他的中央扶手 有一個垃圾桶 你看這個點真的很打動女生的心 就是好像你坐在駕駛座 他好像就是你很熟悉的 家裡的辦公室啦 或者是你很熟悉的環境 你觸手可及的地方 你放筆電 你放垃圾桶的地方 就整整齊齊的 我覺得他就變成是 我的另外第二個家 所以如果說你喜歡豪華CUV的朋友 不妨可以聽聽我們專家 他們也有不同的意見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在台灣市場裡面 競爭最為激烈 而且也是各車廠非常重視的 這個環節 也就是一般品牌的中型的SUV 有哪一些值得推薦的呢 德哥 其實這個急劇競爭真的很激烈 如果你的血液裡面 新丸子的比例很高 我跟你講 你預算又夠的話 你買Tiquan R 你會覺得很爽 為什麼 因為200出頭萬 你可以享受到320匹的那種等級 你只要按一個方向盤 按一個R Line的那個按鍵 整台車轉信 搜尋的時候還 啪啪啪啪 就是你開起來 你會覺得很High 那再來呢 就是你還是要兼顧到家庭 那可能你會覺得說 生活的開銷 可能要做一些更妥善的分配 那當然包括像RAV4 包括像CRV 我覺得都很符合家庭 因為他在空間的規劃上 我覺得兩個都博重 那如果說你又更在乎油耗 那RAV4他還有Hybrid 對不對 比較新油 那這個沒辦法 而且他是日本原裝進口的 等於他也有一些獨特的魅力 但是如果說你覺得說 我現在在考慮他可能100萬元以內 或是100出頭萬 我想要買一個兼具樂趣 就是兼具樂趣是涵蓋什麼 有點跑格 然後我能夠讓家人 家人呢 坐起來又很舒服 同時在安全的防護上呢 又很到位 福特的庫嘎 你會覺得他真的算是 在這個級距裡面表現算很出色 尤其庫嘎 他有兩種動力 一個是250 我跟你講250 你不要說他是 就是休旅車裡面 他是比較運動性的 他應該算是我試車裡面 國產性能車之王 你知道我0到100加速實測 他不到7秒 你會想說這是一台國產的休旅車 而且是中型SUV 對 就是他 Lounge control彈出去 你就會覺得 哇塞 還可以補 國產車怎麼現在都做得這麼狂暴 而且他是四輪驅動的 那個操控力就是說 你在下大雨的時候 你在就是遇到不好 惡劣氣候的時候 你都可以展現他的性能 而且開起來很過癮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他在側勤的意志上 做得很出色 你相對在家人的時候呢 你比較不會暈車 這個是有連帶關係的 有些他著重舒服舒適 可是你在開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很不舒服 可是你在開快的時候 後面的成員也會覺得 那好像左右晃動的 所以在底盤設定的那種運動性 他其實是有幫助 另外就是 KUGA他還有一個1.5的 那1.5有什麼優勢 省油省碎1.5升的渦輪引擎 可是他在操控力也很好 他等於會是我覺得百萬元以內科技等級最高的 尤其他的Level 2 他算是一鍵按下去 他就可以很精準的 零 就是全速域的主動跟車 包括定速測距 然後車道居中輔助 在使用上 你會覺得他是精準的 因為當大家都有的時候 你比的就是操作的便利性跟精準度 對 而且他還有IACC 就是目前其他的品牌還沒有的 對對不對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怕超速的話 然後又希望說在ACC的範圍之內 能夠合法的上路的話 我覺得這一台的確是德哥推薦蠻不錯的 那以上這四款也提供給大家 就是在台灣的整個銷售的市場來說 他們的比例佔的真的是非常的重 那麼在豪華品牌的中型SUV 當然也不遑多讓 有哪一些值得推薦的呢 專家會怎麼說呢 芝希 對其實如果把剛剛那樣 在一般品牌上面的極具搬到豪華品牌 變成中型的SUV的話呢 其實包含雙B 包含奧迪包含Vogo 全部都會在大家很熟知的這個榜單上面 那其實因為我剛剛覺得小葉非常的針對 他就是很針對在理性大師這一塊做選擇 那其實我的 我剛剛的看法也是 就是對於小型一點的休旅車 我覺得是可以比較有個性的 但是到中型的這個極具 你會發現不管GLC啦 包含X3包含奧迪的Q5都是 呃相對可能他的 不管跨界的風格或者是跑格 不會那麼樣的強調 畢竟還是比較以家庭 以豪華舒適穩重為主 如果你同意他們這種車型的這些訴求的話 其實我覺得因為 呃雙B的車款 呃這兩台車 推出的時程也一陣子了 那BMW的X3剛好要適逢小改款 那賓士的GLC 其實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明年就會有大改款的車型出現了 呃所以其中 其實我最推薦的是 目前可以算話題性 還有這個推出的熱度最高的Volvo XC60 他是我覺得小葉一定會認同 不是撇開他是車主的這一點 因為其實他很多的呃配備跟設計 都非常的理性 那剛好節目組今天有準備這台車 冠儀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帶觀眾朋友看一下 為什麼至今你會覺得說 Volvo XC60 在這個競爭激烈的豪華中型的SUV 對上EA2B他仍然有優勢啊 對因為其實呃我先講一個最關鍵的 就是大家一聽到這個馬上就行動 就是在售價的部分 對因為其實我們剛看那個圖表 其實很多中高階的車型雙B 可能都要將近要三百萬的一個價格 對 那不過呢在Volvo的部分 呃他們雖然品牌的魅力也好 或是高度也好跟雙B是一致的 但是呢其實價格都往往來的比較親民一些些 嗯 之前我們看到不管是 和入門價是不是 對不管是之前我們看到的XC40 或是前陣子幫他介紹的S90 喔那個價格真的非常的漂亮 超甜的 真的甜 那其實到最新剛剛小改款的XC60上面 也是甜 嗯 他的呃這一台是B4的Momentum的車型 就是大家呃定義中的入門車啦 但是當然他的配備並不是入門 嗯 那他的價格呢其實大概兩百二十萬左右 有一個一樣是很殺的現金優惠價 嗯 兩百零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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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光聽到這個就很理性了有沒有 對而且重型豪華SUV 門檻是降低的非常多 那我先簡單講一下這一次小改款的一個重點 其實在呃全車系來講 最大的一個關鍵就是動力的部分 都導入了四十八幅 輕油電的系統 所以呢他油耗表現來的更好 這個二點零升的動力 他一公升可以跑大概十四公里左右 那動力的部分呢一百九十幾匹 還有加上十四匹的一個額外總值參加的馬力 對所以呢比較大的關鍵 其實就是你買到這樣的集聚 基本上在動力的部分 不會有什麼太多的疑慮了 但是呢他現在開起來作動的更順 整體的整個動力系統 運作的舒適度是來的更好 跟變速箱的搭配 你會覺得呃一台很稱職的這種 包括我們叫他家庭的堡壘 其實在駕駛的過程 你的順暢度又是來的更好 那其實在外觀的部分呢 這次小改款 大家可能會發現在車廠的部分 稍微增加了一點點 但主要還是來自於前後保管的一些造型的修飾 你看到在這個車頭部分呢 光這個水箱護照 其實就做了一點點的調整 屏標的設計 那呃他的雷達這些系統也藏在廠灰中間 那一樣是一個直布式的設計 有鍍鉻的點綴 其實質感 VOLVO的車頭質感就是非常非常好 但簡約的一個設計 那兩側呢 當然雷聲之錘的日行燈 主要的重點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下面這個氣霸 下保管的部分 造型上多了一點點改變跟調整 那當然我覺得他的運動化的氣息是很不錯的 但質感卻又堆疊更高 對那因為這台是MOMENTO的車型 你當然也可以選擇RD SIGN 他就會有更運動化的扮相 也有像是什麼4C的底盤 四輪驅動系統 但是經濟務實面 我覺得這台車表現就非常的棒 那小改款呢 我們剛剛講都在講一些配備啊 設計對不對 幾個重點 這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我自己覺得他最棒的地方 在車技的部分 車內我們知道 VOLVO有9吋的直立式螢幕 這一次呢 導入了Google的多媒體系統 不是EnjoyOto是Google系統 他就是內建在車機裡面了 沒錯就像一個小電腦 像一個平板一樣 你的中控螢幕 你的全數位儀表 包含頂的抬頭顯示器 全部都是顯示原廠 而且就是Google的導航 那甚至是他有 對他也有Play商店 所以你可以下載很多你自己想要的App 就在你的車機裡面 像你可能有時候想聽抖音 所以你可以下載YouTube Music 或是Spotify這些通通都在裡面 那另外你在我們一般的小夜 剛剛也有講到 VOLVO的車款喜歡獲獎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 對於駕駛乘客的一個照顧 包含他AAC的系統 甚至是PA2的主動安全的科技 在這一次安全系統也有升級 後方倒車的有主動殺行的偵測 前車使離之後有提醒的功能 甚至速限的判別 對 全部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你會覺得 可能就外觀上 或是打開車門 你猛一看感覺好像他是一個 有點像就小改款或是年式的更新 沒有讓人完全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可是是真正改的是在內在 對 VOLVO就是這樣 我覺得他就是針對駕駛的跟乘客 使用上的需求 家庭的需求 不斷的再去做強化 那剛剛講的這些舒適性啦 科技性的這些配備之餘呢 像他後尾們把這次腳踢的這個範圍 也給加大了 所以就很貼心 命中率就比較高了 對對對 就使用起來你的這種感受 因為畢竟 XC60本來就是他們的一個銷售的本柱 中型的SUV 最熱的這個集區 那這一次呢 價格親民 那有48伏動力的科技的幫助 那配備上面的又在升級 那甚至當然你原本就喜歡可能是 比如說插電式的動力 他的T8也在續航的里程上面做了升級 所以呢 我覺得就是這個品牌 我們介紹了這麼多各種類型各種集區的車款 每一款都是對於不管年輕人啦 或是家庭的需求 就很務實 很面面俱到 那當然他又身為豪華品牌 有他的尊貴性豪華科技感 所以我覺得就非常的值得推薦給大家 的確在這句來說的話 豪華品牌來講 CP只要有點怪怪的 可是呢 他就是CP值之王 就是你花錢花在哪一個刀口上 對 因為以他的這個安全堡壘的深刻印象 還有他的人影介面 我覺得非常強 這次在車機上面的整個串流 都非常非常的完善 加上安全又再度的提升 所以呢 如果你喜歡安全 又喜歡有設計感 又喜歡豪華 然後內斂的質感的話 我覺得大家不妨可以參考看看 好 這是以上我們跟大家整會的 這個有關於豪華品牌的中型SUV 可是如果我們不論車格啦 不論價格啊 在性能車上面呢 你有什麼樣的選擇呢 愛達 是的 講到性能車 那真的選擇太多太多了 因為這個從百來萬一 到千萬億 都有可能買到你心目中的 這個夢中性能車 不過我們這邊列舉了四輛性能車 來給觀眾朋友們分析 首先是BMW的M4 Coupe 這個車也是雙門跑車 大概從新台幣的558萬起立 到583萬不等 那當然M4的這個Mpower 一直以來就是BMW的性能比裡面 最注重的一個這個車型 那其實我知道德科也有收藏這個 BMW Mpower的車種 那另外一個則是他的對手 BMW的C Coupe C63 C63的AMG 那當然這個車子的售價其實也相對而言 是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雙B的這種豪華性能車來講的話 還是有他一定程度的魅力 那但是我們講到性能車 有的時候是買得到或是買得起是一回事 買不買得到又是一回事 那就算買得到你買不起也沒有用 所以價格我覺得對於性能車而言 是一個很大一個這個關鍵點 那其實你就會發覺福特的Focus ST 相對而言這個價格就清明的非常多 從137.8萬起調 而且他也有手排的設定 非常動力非常的好 那也甚至加上了很多的這個 福特的最新科技 我覺得這個車也是相當的迷人 不過不過最近在台灣 我想最紅的還是這個 Toyota的GR Yaris 因為他從原本的179萬 已經漲到了185萬 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晶片缺 因為產能的關係 那當然這台車有什麼特別呢 他價錢也不是最便宜 這個性能也不是最棒的 當然因為他是一個 天生誕生的時候 就是為了這個賽事而誕生的基因 所以他永遠是跟一般市售車款 當初打造的理念 不同的一個想法 例如說他這個 是能夠參加這個 越賽事的這個市售版的車型 甚至你想想看 在這個車上 你可以買到碳纖維的屋頂 鋁合金的這個車身 然後四輪傳動的系統 都是為了賽事而去打造 包含他的排檔的高度等等 都是因為讓駕駛人 能夠更快速的換檔 所以我想這個車型 在台灣又在最近在力寶 又創下了非常驚人的一個 單圈成績 把一些這個所謂的 不要講性能車 把一些超跑都給甩在後面 所以你想想看 這樣的一個這個售價 這樣子的一個性能 他當然是我們能夠推薦給大家 最好的一個選擇 真的對於性能迷來說 吃油的才對味 可是為了因應所有 全球非常嚴格的環保法規 大家會發現 現在連超跑都要加入的 新的這個能源的系統 就是所謂的 輕型複合動力系統 或者甚至於是hybrid 我們就來看看德哥 來幫大家整會一下 在現在呢 大家可以買到的 新能源系統的車款 有哪一些呢 應該我們這麼說啦 就是電動車 未來會不會是主流 一定會是主流 那這也沒辦法擋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 他都會到來 那我們現在這個交匯點算什麼呢 這算是過渡時期 其實從2009年 大家如果注意 F1開始用hybrid 就是他增加high curse的時候 他其實某方面已經在主宰 就是未來動力的發展趨勢 但是因為現在在硬體的設施上 大家買電動車 你可能會覺得說第一個我家要充電 還要跟管委會協調 然後再來就是出去外面 現在的充電站的設計還不普及 那在這樣子的過渡時期 有什麼什麼選擇是最好 對 坦白講 我覺得是 plug in的hybrid 是最好的 對是最好 為什麼 因為plug in的hybrid呢 他雖然不是像純電動車 他在馬達的輸出功率上 會用比較高 可是基本上 你已經可以純電行駛了 那純電行駛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你可能會覺得 我比較科技比較環保 然後我出門不會吵到鄰居 那第二個就是 他的 他又沒有像純電動車一樣 會讓你旅程焦慮 因為電動車 你如果用電動車 你必須要精算 我今天想要去哪裡 你想要四處遊山玩水 不好意思喔 沒有 因為你可能到那個荒郊野外 沒有充電座 你到時候沒電 你手機還沒訊號 你要叫人怎麼找你 可能會是一個困難 再來就是 還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如果萬一沒電了 我可以發動引擎 我用油來充電 那在市區走遊停靈的時候 我又可以用電來省油 他相對是比較好的 那對性能米而言 像VOLVO現在出的這個PHEV 其實我覺得他算是高性能 我跟你講你先不要管他的結構 你光聽到390匹 然後65.3公斤米的扭力 你就覺得 哇這真的已經算是很大的動力了 而且他在加速的時候 結合引擎再加上馬達那種 貼背的感覺 會讓你覺得很深刻 那除了我剛才提到的優點以外呢 再來他還省油省碎 為什麼 因為你通常聽到39 390匹 然後65.3公斤米的扭力 你可能想說 我這動力可能要8Key 還是TWIN Turbo才能夠達到這樣子的輸出 但他只要用2缸4升 2.0 4升 然後雙增壓的引擎 再結合電動馬達 他就能夠滿足性能米的需求 好 我們在市場上面看到這些新能源的車款 大家比較熟悉的可能是Hybrid車款 可是你會發現近期 開始市場上面 除了本來就一直在深耕經營 PHAV這個車款的VOLVO之外 其他的車廠也加入了這個戰局 但實際上呢 在這個市場上面的佼佼者 可以當屬VOLVO來說啦 我們就來看看VOLVO的S90 T8 Enscription 上路之後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一起來感受看看 乃哥 Yeah 今天我們有兩個任務 哪兩個任務啊 第一個我們要帶觀眾朋友們 好好認識一下VOLVO在PHEV上面的科技表現 新能源科技 沒錯 第二個任務則是告訴觀眾朋友們 會成為專家們推薦消費者中大型豪華房車的首選 其實啊 你這一開始我馬上就可以讓你感受一下 是 你看我現在開這台車 純電 沒有聲音 是 沒錯 其實VOLVO的PHEV 它是利用一具2.0升的雙增壓引擎 與電動馬達的相互結合 這個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其實雙增壓引擎加上電動馬達 它整個縱效馬力來到390匹 非常驚人 但是我相信它的扭力一定更可怕 扭力是65.3公斤米 嚇死好百姓 嚇死人了 這大概是同級車中 應該 它的扭力大概就是兩倍的輸出 沒錯 那當然這麼大的動力呢 油耗表現 因為它是PHEV 它還是有燃油對不對 對 很多人會說 大馬力的車子 耗油就是不環保 其實沒有 因為VOLVO PHEV引擎 以S90的這台車來說的話 它的每公升汽油可以行駛 45.1公里 這個是非常省油 大概是一般我們這種 中大型房車的話 大概應該三倍的油耗的表現 基本上乃哥你現在是純電行駛 對不對 其實在純電行駛的模式下 我們不會產生任何的廢棄 而且在這一台車的電池 充滿電的狀況之下 純電行駛里程 你可以行駛53公里 53公里 那我一般在市區使用的話 日常使用應該都綽綽有餘 像我在台北上班 家住在新北區的邊駛 每天上下班 來回都可以使用純電行駛 你說你不是都要開高速公路 沒錯 它在高速公路 純電行駛下面 最高速度也可以達到 時速125公里 所以對付日常通勤的需求 綽綽有餘 從容應對 第一次覺得我們在開車 然後對話 是這麼的安靜 那VOVO的PHEV 其實也提供了多種駕駛模式的選擇 現在例如說我們按下這個 中央的控制鈕 你會發現現在是屬於Hybrid的模式 適合你在日常使用的狀況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Pure 節能模式來駕駛 同時也可以設定Power 所謂的敏捷的駕駛模式 那當然這三種模式 都不能滿足你的狀況之下 你也可以根據個人的喜好 來去做設定 然後甚至它可以做四輪傳動的分配 當然 因為它前面有了機械的動能 然後再加上電池加上馬達之後 它可以完成很完美的一個四驅控制 沒錯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推薦Volvo的S90 是中大型豪華房車的首選呢 因為它擁有的領先同級車款 50%的馬力輸出 將近100%的你有力輸出 甚至剛剛乃哥你聽到 有300%的油耗表現 真的 是可以純電行駛 可以油電行駛 它等於是由雙重動力的一個模式 所以提起它的這一個新能源的高科技 它把電池又巧妙的安排在這個 中央安座的下方 沒錯 所以重心更加的集中 沒錯 乃哥你提到的電池 那麼Volvo的PHEV的這個車型呢 以電池來說它是採用六顆高效的 離離子電池組 那它的這個離電池呢 放在我們中央的這個部位 所以它對於乘坐呢 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而且重心配置也相當得宜 那當然啊 Volvo也有新創的智慧電池管理科技 所以隨時會監控以及調配 獨立的六顆電池模組 那麼經過實際的一個這個測試呢 其實在15年後啊 我們這一具電池組啊 還擁有70%的電池容量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領先的一個科技 是 乃哥我們回轉一下好不好 回轉這個你知道5米1耶 5米1是吧 現在我們在這個是兩線道的地方 其實雖然它是5米1的車廠 不過你回轉的時候你就會發覺 其實它只有5.9米的回轉半徑 所以比起其他的這個中大型房子來說 哇它會更加的靈活 你剛剛一講完啊我這麼一坐 一坐動的時候就已經發現 它不是我想像中這種5米1的車廠的 沒錯 直接就在兩線道之內 就足夠我這個空間做回轉 對 乃哥 其實它是接近5米1 接著一下只有5米09的車廠 但是這個車廠已經是相當驚人了 那麼車寬的部分也來到了這個1米87 果然是一個車格夠分量的車 車高的部分是1米45 所以比起同級車的車身尺碼來說 它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創造出了同級最佳的車室空間 講到空間啊 我們應該要去後座坐一下吧 對像這種行政型總裁級的房車 沒錯 那叫司機來開一下 而且我覺得這個一定坐起來很舒服 因為這個太安靜了 這個車子加長之後的空間 全部在B柱以後 所以後座的空間非常厲害 那我應該要趕快到後面坐一下 好 乃哥 有沒有感受到這個B柱之後 全部用在後面腿部空間的這個緩的感覺 你知道艾達你比我高很多 但是我也不算矮 是 你看我翹起來這個腳還碰不到這個前座椅背 給你經驗穿皮鞋 其實這個後座的空間 已經來到同級最長的115mm 所以我們的雙腿可以充分的伸展 那像是限制度 還可以伸直耶 對 愛怎麼伸都怎麼伸 那當然呢 其實在後座部分 一樣跟前座有著雙座的這個通風 以及加熱的座椅 你知道今天天氣其實滿冷的 對 你看我按下去之後 我這個設計就好了 沒錯 很多的車子只有前座有通風 然後有加熱 後座是沒有的 那當然這台車四座都有通風以及加熱 而且它也是四區的恆溫空調 前後分開左右也分開 那基本上以四區恆溫空調 大概都是三百萬以上等級車 絕對要 才有的配備 那其實在S90上面是完全的標準配備 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在中大型的豪華房車級距裡面 推薦的是Volvo的S90 其實你知道從以前我都認為 Volvo以前就是三師開的車 但藉由它的科技 還有豪華的配備 是 結果你現在都變成什麼 像你這種居家好男人 就最適合的 那當然不論是你自己開 或是像我們現在有司機開 其實它都有一個非常安全的駕駛的方向 就是PA2的智能駕駛輔助系統 那在130公里的時速以內 都可以提供整個轉向輔助的功能 這樣子的功能 不論是你自己開或是司機開 都可以大幅的減低長途駕駛的一個疲勞 對 而且提升安全 而且下次我們找司機也不用找很厲害 當然 那其實座椅我剛剛講的很舒適的通風 以及加熱系統之外 還有最主要是它其實座椅跟座椅的框架 也經過了特殊的設計 可以吸收能量 有助於降低我們對脊椎的一個傷害 所以它也內建的頸椎防撞系統 包含前座的頭枕都有內建 降低頸椎傷害的防護系統 而且我覺得它對於後座來說 真的是照顧得無微不至你知道嗎 因為它包括了遮央連 當然你那邊就可以控制 因為你那是總裁的座椅 對 那最後Volvo安全已經是大家公認的 公認的 不過我們還是要特別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其實以整個Volvo S90來說 它的這個龍型的車體 有採用了彭鋼的比例 已經大概接近35% 所以整個是包圍住 整個座艙 所以是包圍住整個我們的乘坐的車艙 然後透過不同級速 不同厚度的鋼材的組合 來去達到最好的一個防護表現 不錯 對於一個家庭來說 你現在除了選擇SUV 這種中型的SUV之外 更多的家庭 因為家裡的人口數比較重多 所以他們可能會朝向MPV來選擇 那麼市場上面的MPV有這麼多款 專家怎麼推薦呢 小葉 好剛才智希竟然給我一個理性大師的封號 我就把它收下 你要很理性嗎 我就來用理性來幫大家分析MPV這個車型 因為我們知道MPV就像剛才冠儀說 是多人口數的家庭 常常會首選的一款車 不管是車內空間的運用啊 底盤高度的友善性 甚至是你滑門進出車式的便利度 MPV絕對相對於現在的SUV來說 有一定的優勢 好 那我就幫大家選出四款 目前在市面上能見度相當高的MPV車型 第一款是福特的Tourneo Connect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旅玩家 它的售價是我要介紹這四款車裡面最入門 售價是最友善 是104.8萬到119.8萬 那第二款車也是跟台灣市場相當久的Honda Odyssey 它的售價是162.9到179.9 第三款也是賣得非常好的Toyota的Siena 它的售價是227萬到284萬 也就是這四款車裡面價格最高的 好那最後一款 我待會再幫大家介紹 那為什麼我想要這樣子介紹 它的出廠順序是 其實你從價格就可以看到這幾款MPV的差別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旅玩家 它是售價最偏 因為它的定位跟其他車款有一點點的不同 它是有點商旅車 你要自用OK 你要把它籌用拿來商用 它其實也可以承認 所以它的價格定位上 跟你完全家庭用的其他三款 會稍稍的有點不一樣 好 那第二款是Honda Odyssey 它的車身尺碼大概落在4米8 就是我們剛才看到的一些車型 比如說大型的Toyota那種 Camry那種大型房車 它大概是相同的尺碼 雖然說它的空間運用也不錯 但是MPV這種車型 這種空間真的就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今天有5米的空間可以用的話 那當然覺得會更有余裕 是啊 尤其是當你監督 比如說7名成員或是8名成員 都坐滿的時候 差了這幾個車身長度 就可以取決你全部的成員的行李 好不好放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再下一個 就是講到全尺碼的MPV車型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Toyota Sienna 5米1的長度 那最後一款就是我要講的Kia的Carnival 為什麼我想要把它壓在最後一個來講 你看它的售價很妙 其實售價就透露出一切了 149.9萬起到215.9萬 它的起價甚至比小1碼的Alysee還便宜 這個是關鍵 第二個是它最貴的215.9萬 也比Sienna最便宜的227萬還來得便宜 但是不要忘了Kia的Carnival 它跟Sienna是一模模一樣樣 都是全尺碼 車身長度都是超過5.1米的全尺碼MPV車型 所以從這個價格就知道 它就是非常的CP值很高 但是大家絕對不要認為說 為什麼Carnival可以這麼便宜 它絕對不是偷工減料 這完全是取決它的品牌 在台灣相對弱勢而已 但是品牌的弱勢 絕對不代表車型實力的弱勢 對不對 像我們都開過 像我之前還開了它南征北桃 大概兩天累積了1000公里 那車真的是好開 第一個動力 其實我相信Kiavota Sienna 油電動力也不錯 也有相當漂亮的油耗 但是Kiavota這個2.2升的柴油 它的實際油耗 官方是寫一公升 大概可以跑14.4 但是我這樣開了1000多公里 兩天下來 我的油耗也做出14 我也沒有刻意的省油 而且我幾乎是滿載的狀態 第二個是 它還有最頂規的是七人座的車型 它的那個後 第二排那個空間 那種套餐的那種座椅 長輩坐在那邊 你用電動把那個腿高伸起來 以被它弄倒一點 眼睛閉起來 那個笑容就覺得 這兩個馬上開了有值得 對不對 他們坐起來那個舒服的感覺 就很像他們甚至說 這個比商務艙坐起來還舒服 這個是絕對是無庸置疑的 再來是我們也把它曾經 把Kiavota跟Sienna 作為這種頭位相當完整的比較過 你會發現其實兩台車都有它的優勢 比如說Sienna 它的前面的中控台 那種天橋式的佈局 下面的空間跟上面的空間 都相當的好運用 雖然說Kiavota沒有這個設計 但是Kiavota在第三排的座椅設計 相對你要坐三個人 就會比較友善一點點 所以這樣頭位比較起來來說 你會發現Kiavota確實有它的優勢 或許有人會挑例說 它可能沒有Sienna 第二排還有一些娛樂系統可以看 但是你一樣看 它跟Sienna 足足差了有70萬 這個70萬你去改後座 引擎系統你改不到嗎 怎麼可能對不對 真的耶 而且它其實Kiavota的第二排座椅 它有兩個Ultoman的 對 它比Sienna的兩個Ultoman的座椅 比較起來 因為它有電動的調整 又更為友善 又更為舒服一點 所以這樣比較起來 不是我柯莉推薦 是你這樣比較起來 從這些理性的 從理性大事的角度去分析 Kiavota確實有相當高的競爭優勢 對 因為對一個家庭用車來說 他們會斤斤計較一些配備 甚至於在價格上面 以及日後的養護成本上面 還有當然省稅 省油這件事情 也是對一個家庭來說是很重要的 那現在大家在買車 除了剛才我們跟大家聊到的 中型的SUV是主流 然後甚至於是這種跨界的 CUV也是主流之外 還有一個急劇喔 現在真的是蓬勃的在發展當中 那也就是所謂的旅行車 我們來看看呢 在豪華的旅行車當中 有哪一些是專家值得推薦的呢 德哥 其實啊台灣最夯的車是什麼 是SUV 可是我跟你講你去歐洲 你會發現 其實旅行車賣的反而更好 尤其北歐 為什麼 因為他們比較著重在操控 而且還有實用的空間 他甚至覺得SUV可能太大 他會比較耗油 反而不需要 那旅行車現在來講呢 選擇性也越來越多 尤其你要豪華旅行車而言 譬如說 Audi過去就會給人家覺得 他是很風尚 你會發現你去海灘看那些衝浪 很多男生都開Audi 為什麼 他就會覺得就是型男 一定要把身體塑得很好 那對於賓士而言呢 賓士當然就是品牌光環 大家就覺得 你如果開賓士 你就是一個成功人士 那BMW過去就會給人家說 我是喜歡操控 喜歡樂趣的 所以你會選擇BMW 那除了這些有什麼選擇呢 其實我跟你講 Volvo算是被市場低估的一個品牌 尤其他的這個V60 他算是Volvo所有全部 旗下所有車款 不管是XC40也好 或是甚至是S90 在V60的底盤設定上 他是操控性最好的 怎麼說 來德哥 我們因為現場有實車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消費者想在這個急劇裡面 選車的話 德哥推根的是這一台啊 因為為什麼 就像我剛才提到 他是PHEV 而且T8 T8就是他動力等級 他等於有2.0升四缸 雙增壓的這個引擎 再結合電動馬達390匹 其實很快喔 但是那個快又不會說像 有些純電動車 他全油門下去打你的中心 怕太快消攻 你會覺得沒辦法掌握 就是這樣的動作呢 你反而在就是未來 油轉電的過程中 你會很能夠適應 而且他著重的是扭力 就是你甚至在爬山出彎再加速 你會覺得很強 那為什麼我說他的操控力 反而是就是所有Volvo品牌裡面最好的 第一個 他的SPA停台 再加上他的這個懸吊是精心調配 他等於重心比較低 那另外就是這一台車呢 我覺得在造型上呢 你也會覺得有一種高雅的感覺 有 我必須要坦白講 以前Volvo 他太重視 他的安全性 他反而忽略 他的多元性 譬如說我們現在想到以前 小時候那時候看大人開240 你會直覺那個老人的車嘛 因為方方正正的 就沒什麼太複雜的線條 但你現在回過頭來看V60 你會不會覺得他是型男的座駕 超時尚 而且很有設計感啊 對 就是在簡約不複雜的線條裡面 他把那些功能元素都給你 那而且他的內裝的那一種 操控的直覺性 我也覺得很好 除了這些 我們現在來講他的機能 以這一台車 你看他的車身長度 還不到4米8 但他軸距已經逼近2米9 這代表什麼 他利用四個輪子極度外張 讓你的車內空間極大化 對 而且冠儀你現在走到他的後座 因為我們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買這個車呢 全部都是自己晒 但是他其實後座的舒適性也很棒 來 你坐看看 幫大家坐坐看 有耶 所以你說2米9 真的可以體現在後座耶 對 而且你知道他的座椅啊 你有沒有覺得他其實 就是你整個身體放輕鬆 靠在他的椅背上 很舒服 莎莎的座椅好像有一點點 往上微幅的上揚一點點 對 會讓你腿部支撐力 對 更好 而且你看他椅背是有點凹進去 有 可是你整個人 放輕鬆 你會覺得 欸 那個泡棉的軟硬度啊 剛好會讓你覺得很舒服 好像被一個人這樣抱住的感覺 對 那再來呢 這感覺真的不錯耶 對 再來就是我們講到旅行車呢 你就是要講到他的空間機能性 沒錯 那V60除了我們剛才提到 外型帥 這已經大家都肯定了嘛 我們現在把他的電動尾門 整個打開 你知道現在在第二盤沒有傾倒的狀況下呢 他是529公升 那如果我今天就是想要去衝浪 或想要去野營 我把第二排放倒 他可以擴充到1441 所以以這樣子的設定來講 你不會覺得他不夠用 而且有個重點就是 你在台北市穿梭大街小巷 台北市的停車格其實只有5米 所以你如果開太大台 反而對你是一種負擔 壓力會很大 對 那對女性朋友而言呢 你開這一台就是媽媽可能要接送小孩 你也覺得很夠用 而且他的大小剛好 很貼心 而且其實旅行車優勢在於 你放東西的時候 你不用把東西拉得很高 就可以放進去 又很平整嘛 對不對 就是我們看到德哥覺得說 相當不錯在這個豪華的旅行車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的一個參考的選項 那麼在一般品牌裡面 你有哪一些旅行車可以選擇呢 對 如果你的選擇不是豪華品牌的話 其實在一般品牌的旅行車 雖然以國產車或是一般品牌車型來說 價位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其實選擇是很多元的 包含像最近 以這個VW集團來說 都很紅的 Skoda的Octavia 甚至是Golf的Variant 這兩台車算是 很新 而且都在話題上 那另外呢 在日系你有馬六 馬六的Wagon可以做選擇 甚至是福特的Montel 前陣子剛進行了年式的小改款的更新 有油電的動力 甚至還有ST Line柴油 四傳的版本 那個就針對操控性性能的性能迷來說 就是很適合選擇的一個車款 那我自己呢 其實會選擇比較 就是多元性多一點點的 包含就主要可能還是選Octavia這種車 因為他新 他科技他的豪華舒適的程度 其實都做得比上一代車型 甚至是 同機團的Golf的Variant 我覺得有再更勝出一點點 那同時呢 他的價格是相對很親民 但入手價一百一十萬就可以擁有 那我覺得其實Octavia一直以來 很大的一個優勢就是他的空間機能 那其實也是德哥剛剛講的 你選擇旅行車這一類幾具的消費者 最重視的 空間 對 他的空間機能 而且他很多 Skoda有很多小小的便利性的一些配件 燃營的介面 科技的升級 多媒體系統的使用 都在這一次提升了非常